麻藝呢 它其實是黃麻 台中人會把它變成熱的 也會把它變成冰的 6萬35塊 你覺得還行嗎 我覺得不會再買 因為它好酷喔 它這裡面的汁流的到處都是耶 肉的味道也是足夠鹹的 裡面它就是有一個冰淇淋 還有珍珠 另外它就是有這個凸餅 其實我們平常都是從另一個門口進去 沒有發現說裡面竟然有這家三盒烏肉飯 後面還有一家叫做厲害的 它是晚上開也很厲害 它是下午4點之後 我記得下午4點之後 我很像有看過的 很像有蠻多人的 這一碗這個叫做乳肉飯 它乳肉飯其實就是叫做礦肉飯 對 它是滷肉飯等於控肉飯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肉燥飯 姐姐說肉燥飯的話就是沒有它那麼厲害啦 所以我們就點了它 沒錯 什麼都說是當初姐姐啊 我覺得這個飯吃起來它是黏黏的 但是我自己要實心的跟大家說一下 我覺得它的飯其實還好 但是它的肉超強耶 搭配肉吃的話反而凸顯出那個肉好厲害喔 肥肉的部分就是一層肥的嘛 通常你吃進去的時候會咬 它完全不會咬 它是放到嘴巴 它是直接把那個飯整個包起來 就那個肥肉的油脂把飯包起來 然後味道有很進去 所以它的那個礦肉 那一塊肉真的是很強大就對了 肥肉的地方很強 聽說它還有賣便當之類的 大家就可以去哪裡選菜啊什麼的 肥肉認證好吃 你幹嘛就是直接吃肥肉喔 嗯 所以你這樣子吃起來那個肥肉 不會覺得讓你頭暈之類的 不會 有而不膩 唉唷 不錯耶 我們這樣子一碗呢是60塊錢 其實我覺得很像跟外面比起來是偏貴啊 價格大概都是50到60之間 差不多啦 我真的是對這個不太在行 它的肥肉真的好吃 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麻薏 麻薏一碗是35塊錢 我小時候其實還蠻常吃的 很苦 這樣子一碗35塊你覺得還行嗎 我覺得不會再買耶 那好苦喔 因為阿款它是髒話人 它是第一次嘗試這個麻薏的東西 麻薏呢它其實是黃麻 台中人會把它變成熱的 也會把它變成冰的 它是只有夏天才會賣 但是我們現在是11月2號 為什麼也會有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那還是夏天啊 現在都已經快到立東了 配料就是還有一些不辣魚 然後還有一塊地瓜 我覺得那個地瓜其實算是重點 就是你要邊吃那個麻薏 麻薏它是有點偏苦 然後再吃一點地瓜還是比較偏甜 老實說它就是有種像大人味的湯 因為我小時候喝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這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點苦苦的樣子 不過好像是越苦越回甘的樣子 就是多喝幾口會覺得沒那麼苦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要去對面 叫做半生長期蛋糕 這個也是網友推薦的 然後剛才那個姊姊還有推薦這家 現在的時間是1點09分 然後剛才呢裡面的店員他說 我們的時間是2點05分 那我們要在2點05分之前來拿 如果呢我們超過2點05分之後呢 東西就會再給別人了 對就被賣掉了 對所以呢我們大概是1點50分左右 就來回來排隊 現在呢又重新回來 第二市場這裡面了啦 我們現在要去找的店家 叫什麼名字呢 小廳早叉 還有長期蛋糕我剛剛才買了 還有完鮮生魚片 完鮮生魚片 滿期待的喔 其實啊這家有點算是隱藏版的啦 因為我們剛才經過其實就是想說 欸到底會不會內用 對我們問了才知道我們 而且我們是做外圍這樣子 對啊還是特別幫我們搬出一次來 要說好不然你們坐這裡 本身就是可以內用的 只是你要先問老闆娘他們 那我們今天點的這一份呢 一份兩百塊 他沒有再分其他的啦 那你可以自己選 或是由他幫你搭配 那我們是請他幫我們搭配這樣 對因為我們其實 對生魚片沒有很講究 我們想說吃吃看 沒錯 那我們先跟大家介紹我們有什麼好了 這個的話就是鮭魚嘛 大家最知道的 確定 然後這一定是鮭魚 然後這個就是鮪魚 然後像這個白色的有沒有 它有一點條紋啊 紅紅的這個是海莉 好像他們都說嗨蕾亞吧 這個是我最沒有辦法保證的 因為他們菜單就只剩著可以選了 我剛剛吃的是鮭魚 它吃起來的話 感覺是脆脆的 那我們接下來吃吃看這個海莉 海莉的話我覺得比較少見 因為我們平常會接觸到生魚片的場合 幾乎都是那種buffet buffet最多就是鮭魚跟鮭魚嘛 還有那個黃色的那個 就是其實你夾起來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對對對我只能吃這兩個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讓老闆娘他們配 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 這個更脆欸 我剛剛吃那個鮭魚已經很脆了 結果我吃的是海莉更脆欸 嘴巴你會聽到 這麼脆喔 對 以前聽到鮭魚片應該都是那種 入口即化的感覺 對 但竟然是會有脆的感覺 它不是像餅乾那麼脆啊 就是咬得到東西的脆 再來吃個鮪魚好了 鮪魚就是你很常吃的 對 鮭魚我要留在最後 因為鮭魚的那個奶味我怕太重 還蠻講究的喔 在鮭魚片大師說 講究我就是被泡了 鮭魚的話呢 它是有分那個外面的皮 然後還有肉 那我們剛剛是直接看到老闆娘 從那個皮這樣削下來 鮭魚就好吃了 特別的綿密啊 這邊的魚應該是挺新鮮的 因為它是直接放在架子上面 這樣子給人家切 然後給人家看的 那其實啊 這樣一盤兩百塊的行情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我看人家網路上面的那種PO文 他們都一大哥 然後我也不知道價格 就是吃吃看 因為才知道兩百塊是長這樣子喔 身體而言呢 我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的 沒錯 我已經吃完了 因為它這個就是隱身在市場裡面的 生魚片店 我們剛剛已經拿好我們的餡餅了 現在要去拿蛋糕 時間到了 對 現在的時間呢 大概是1點55分左右 我們預訂的時間 再10分鐘就到了 要先去排隊了 不然會不會賣完耶 對啊 我們還有10分鐘的時間可以吃 不知道會不會卡的 我們只剩10分鐘 要把這個它錄完 看它這裡面的汁 流的大多數都是耶 難怪網路上面的人都說它會爆汁 對 因為我剛才其實用筷子 我想給它夾起來 結果它太重了 它裡面的份量是非常重的那種 所以我有點夾不太起來 結果一搓下去 它裡面的汁全部都流出來 而且它真的份量很大 我們用手機來比較 它大概比手機的那個長度還要再長一半 對 而且它的厚度真的是 有夠厚的啦 這個其實已經算是我們 吃過以來最後最大份的一個 對啊 而且它很便宜 多少錢啊 35塊 這很划算 超划算的 那它的位置呢就是在老賴紅茶的隔壁 我們以前都沒有發現它 但是它還蠻厲害的 妳剛剛牽絲耶 嗯 好噁心喔 我看妳這樣子髮完它 感覺很重 真的真的很重 因為我的筷子有點太短了 我的筷子還比 手機還比它短耶 那筷子要變形了 它本身的調味還蠻重的耶 肉的味道也是足夠鹹的 然後它的外皮啊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那個醬子 把它用得有點實實的 不然它其實吃起來是脆脆的感覺 我覺得吃完一顆應該是會飽的那種 然後海麵的豬肉的內餡呢 你看 我一掀開來 它其實一整塊都是 我覺得有點像是我們外面那些什麼 牛肉的漢堡牌一樣 它就有點像這種概念啦 它那裡還有賣牛肉的 牛肉的話就是40塊錢 沒錯 稍微補充一下 我剛才這樣子單程夾肉來吃 我覺得它的口味呢 有點像胡椒餅耶 就是它的肉本身有種胡椒的味道 對啊 嗯 還蠻特別的 喔2點05分了 我們的蛋糕時間到了 這個包裝金鋼香醬 很適合送禮 我剛才還有幫大家 稍微看一下裡面的價位 它有換5種價位 我們最便宜就是200塊 然後它最大的話就是一個正方形 是640元 那它裡面沒辦法攝影 所以沒有辦法拍給大家看 但是它每一個盒子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當金色 然後配上這個花朵 那這個花朵 你可以看你想要加 或是不要加都OK 我想說加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們來台中 那當伴手禮也可以 因為畢竟還是排很久 你可以先插一片來吃就好了 我這樣捏起來的話 它下面都是有點濕潤的感覺 跟我以前印象中的那種長崎蛋糕 會乾乾的不太一樣 以前都會去那個麵包店買啊 現在這個好像是專門在賣長崎蛋糕的 你看它的招牌就寫長崎蛋糕 這裡很古早味雞蛋糕的味道 而且它這個底部是濕濕的 我覺得它底部是最好吃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送禮真的不會丟臉 你說那個底部是不是有點QQ的感覺 對 我喜歡那個地方 就是你每咬一口 你的牙齒全部都被黏起來 對它是有黏度的 還不錯喔 一檔裡面有8片 然後這樣子是200塊錢 划算了我覺得 對 這個可以送禮推薦 這是我們最後一間阿婷的店 不是啊 小婷的店喔 一直按阿婷 你看看他私下都會一直叫我阿婷阿婷 我習慣叫他阿婷了 我點的這個叫做凸餅冰淇淋 它就是一個凸餅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個頭蓋 它的頭蓋就蓋著小婷 兩個字超級可愛的 然後你看喔 它這個凸餅阿裡面 它就是有一個冰淇淋 還有珍珠 另外它就是有這個凸餅 它這下面其實有一點點黑糖 凸餅呢其實是源自於台南 它是利用麵粉跟黑糖下去製作 然後拿去烤箱 烤出一個碰碰的樣子 然後裡面再加入自己做的調味料這樣子 欸 好吃耶 像是珍珠跟冰淇淋 就是自己加的 所以相反而知呢 你也可以加其他的東西 那味道有點像那個黑糖饅頭 這裡阿其實都有一些座位主 它椅子超級軟的 讓我們坐下去嚇到 我覺得這邊的裝潢很漂亮耶 很有這種感覺有沒有 很多竹子阿 然後木頭這樣子做的 整個店面也都很唯美 聽說它旁邊還有一個 它的咖啡也蠻好喝的 所以它有機會也可以去喝喝看 它這樣一份是55塊錢 那你也可以單買一個這個凸餅 凸餅的話就是35塊